开车不能喝酒 不能滑手机 现在还多了不能吃东西 许多人都有边吃东西边开车的习惯 那么就有一名阿拉巴马州的男子 在前往乔治亚州的路上 因为边啃汉堡边吃边开车 那么吃着吃着就吃上了一张法单 上周有一名男子在麦当劳得来素 买了汉堡后 开心地吃着汉堡开着车要去找朋友 没想到随后被警察拦下 警察说他跟这名男子开了两英里路 发现驾驶一直边开车边吃东西 因此开了一张罚单 还特地跟这名驾驶说了三次 不可以边开车边吃汉堡 因为这个已经严重的违反到 专心开车的交通法律 然而这名驾驶表示 自己没有超速也没有乱开车 他的辩护律师也说 每个人都这样做 但因此被开罚单的他的客户是第一人